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非常好吃的锅巴肉片,又叫一声喽。 小时候,吃这道菜时,听肉片汤到进刚刚炸出的锅巴上发出呲辣一响的声音,大家都会发出开心的惊叹声。 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 先来准备汤料。 把100克肉切成片。 装入碗中。 加入1%小勺盐。 1%小勺白胡椒粉。 1小勺淀粉。 2小勺料酒。 2分之1小勺生抽酱油。 用手抓匀。 抓匀后,加一点油,继续用手抓匀,保住肉里的水分。 盖上保鲜膜,腌10分钟。 把一根胡萝卜切成段。 然后切成菱形的片。 把葱切成片。 切几片生姜。 打一个鸡蛋。 搅拌均匀。 拿出一炒锅。 锅里倒一点点油。 将鸡蛋倒入锅中,轻轻转匀做成圆的薄蛋饼。 取出,放在菜板上。 将鸡蛋薄饼切成片备用。 辅料就都准备了。 开始做肉片汤。 用小锅烧两杯的水。 放入姜片烧开。 加入胡萝卜煮几分钟。 加入二分之一小勺盐。 一小勺料酒。 倒入水淀粉实水略微粘稠。 倒入豌豆。 微开时,倒入肉片。 用筷子将鸡划开。 煮一至两分钟后,再放入鸡蛋片。 再加入二分之一小勺鸡精。 煮开后,把葱段放入。 卤汤就做好了。 现在开始炸锅吧。 炸锅中倒入多一些油,烧热至210-220摄氏度。 不确定的话,可以用一块锅巴试试。 炸锅巴是商店里买的。 炸好的锅巴装入一个大点的碗里,端上餐桌。 把肉片汤倒入锅巴上。 你听见了什么? 嘶啦啦一响,热气腾腾。 非常美味的锅巴肉片就做好了。 喜欢吃酥脆的,可以沾点汤汁赶快吃。 酥脆,鲜香,你听到声音了吗? 真是太好吃了。